东风日产是真急了呀 轩逸6.98万起售了 但我确你别急着买 这车还能降 刚刚看到了东风日产的一则海报 轩逸经典舒适版 6.98万起售了 首付19,900 日供33 新车就能带回家了 听起来还是蛮有诱惑力的 对比10.86万的厂商指导价 降了小4万 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没有给到底 我也是问了本地的赛斯店 轩逸经典之前的优惠就很大了 裸车差不多7万左右 现在厂商不过是把之前 经销商的优惠放在了台面上 实际降到呢并不算多 还有14代轩逸的降货也就2-3万 裸车起售价9万左右 和7.98万起售的 琴帕斯DMI荣耀版相比 竞争力就很弱了呀 上个月轩逸的销量是2万9 排名第二 看起来不错是吧 但这是轩逸经典 加14代轩逸两台车的销量之和 隔壁琴帕斯DMI 一辆车就干到第一了 月销已经3万亿了 轩逸是压力山大 何况现在的轩逸是东风日产 当之无愧的顶梁柱 三月销量就占到了品牌的一半多 所以日产如果想要守住销量 必须保住轩逸的份额 6.98万肯定不是底线 特别是14代轩逸价格还能降 你们觉得呢